Hello 又回來了 史坦在 西文又在 今天跟大家說說新生物志的人物或武將關係圖 抽完武將或者大家拿到武將要怎樣玩呢 不外乎強化再強化 但這隻新生物志會有數字上的表達 大家看到史坦按個武將看看 太時遲啦 最多人色彈 你看到武力 成為一個五角形 其實西文是代表甚麼呢 其實他屬性這裏都有說明 可以試試按一下看看會不會講得清楚一點 武力 影響單挑勝負 武將攻擊 防禦 武將技能的效果 越大力 基本上是普攻那些 第二個就是智力 太時遲以我所知智力也不太好 好 只剩下180智力 180是高還是低呢 真是不知道 真是不知道 要抽一隻諸葛亮才知道 黃月櫻應該一轉頭看黃月櫻 黃月櫻的智力肯定很高 所以這個表就會有齊所有說明 沒錯 所以如果你是屬於組隊的你 其實一定要在開遊戲初期看清楚 究竟你是要甚麼人 或是甚麼數字為準 我們看看太時遲的招技 好嗎 這個提槍約馬 簡體字我沒有讀錯 應該沒有 我也不懂簡體字 另外內容是甚麼呢 就是一級的 對當前目標造成武力 計武力 262%普攻傷害 並回復自身10點怒氣 怒氣就是用來出招大技 你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每個人物出必殺技 指向的屬性都不同 太時遲是用武力 沒錯 我們按一下我們剛剛抽回來的 馬騰 馬騰 大家都是盾兵 大家都是盾兵 但你見到馬騰 他會指向統率力 所以你就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你想要甚麼類型的武將入隊 剛才按照表的時候 你見到武力會影響單挑 但統率力是甚麼呢 我們再看看 統率力是甚麼 統率力影響士兵的攻防 以及統率技能的效果 所以我自己覺得 西門 如果你想單挑大將成功率高一點 你就放一些武力的武將 你想要被動 像馬騰這些統率力高的 整隊加成 你就放馬騰 但我問一下 我們怎樣養成他呢 他有幾件事 第一 你看到一個裝備系統 這個裝備系統 本身是穿上去裝加理屬性 加你的實際能力 另外一個是星階 也是搜集一些 稀秀奇珍 石 寶物 去激活他的人 集齊六劍 再升顏色 集齊六劍就加一 加十也好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星星 你看到人物底下有七顆星 基本上 就算你是紫色的角色 都可以升到六星 當然能力上就可能沒有 要落差 那怎樣升呢 就是看他這裡 要一隻完整的角色 再加錢 即是吃自己 第一加 譬如我王羽英 我已經升上去一星 你看到我穿著了 那就一顆星 第二可能都是一顆 價錢就會高一點 明白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基本系統 即是 愛你那個 緣分 她老公 她小弟 她兒子 再加成 這些系統就是耳熟能長 大家玩開手遊遊戲 這些一定是接觸過的 這些都是耿焗的 記住現在我們是 新手教學片 偷跑一點點的 來到台版會不會改呢 我們暫時還未知 不過希望大家可以在台版來之前 大家可以先有個固定概念 大家三國志的玩家都可以知道 玩什麼 先聲奪人最重要 沒錯 抽爆她 抽爆她 差點 不用 這些 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抽不抽 這些都要抽爆她 不知道 這支手遊遊戲是這樣的 總有這些人 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